画面中的平头哥被蚂蛇困住 看他是如何角处丰盛 乌深迎战三方大帝 胜利归巢 这一天 平头哥散步的路上偶遇一条慵懒的蚂蛇 一下就激起了他的兴趣 这么大一根辣条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趁着蚂蛇不注意 朝着最肥厚的部位咬下去 不停的挑衅 在蚂蛇周围转悠 寻找最佳的时机下走 这一系列的操作成功激怒了蚂蛇大哥 释放出绝招死亡缠绕 瞬间干倒灭欢 平头哥此时身体有点麻痹 力不从心 努力想挣脱束缚 这形式对平头哥不妙啊 生死大战之时 引来了几只豺狼的际鱼 他们可是草原很狡猾的洞 就期望等着这两位你死我活 坐收渔翁之力 豺狼靠近偷袭 为了防守 蚂蛇一分心 放松了对平头哥的束缚 挣脱束缚的平头哥 蒙了一会 一口咬住蛇身 蚂蛇大哥瞬间遭到重创 他可不是个擅长 被欺负了 怎么也得找回场子 结果 处于优势的蚂蛇大哥 已一敌二 蜜欢咬住一端 豺狼也咬住了蚂蛇的另外一端 一场别开生面的 拔河比赛开始了 如此折腾之下 蚂蛇大哥这个时候 早已经相消欲 和豺狼争夺战利品 豺狼不敢正面 与这个疯子对抗 于是他叫来了兄弟 前后夹击 骚扰蜜欢 气急的平头哥回头反击 但又不能离开猎物太远 豺狼非常聪明 骚扰一下 躲一下 就是为了给另外一个伙伴 创造机会 蜜欢咬住蚂蛇 一边往自己的家里拖 一边不停地防御 两只豺狼的骚扰 一直到家门口了 豺狼还是没有放弃 要抢走平头哥的午餐 豺狼死死咬住蚂蛇的尾巴 想做最后一模 平头哥继续奋力反击 最终 平头哥成功地维护了荣耀 将蚂蛇拖进洞中 享用自己的战利品 平头哥威我 真是不服就干 生死看胆 平头卢 这份词